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哭戏最好看的六大男星 诚意破碎感十足 肖战哭戏可封神 大家都知道 哭戏是最能考验演员的演技的 杨子的哭戏就很有爆发力 让人感同身受 与他共鸣 当然赵丽颖 刘亦菲和赵露丝的哭戏也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通常 大家喜欢用梨花带雨来形容女明星的哭戏 但是 男星的哭戏同样也非常有看点 下面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娱乐圈里哭戏最好看 最上头的六大男星吧 诚意 诚意的哭戏很有感染力 尤其是在刘李里的精彩演出 那种破碎感 看得让人心碎 而且她的哭戏从来不需要大声嘶吼 面部控制力太强了 有网友说道 诚意一哭 感觉三界都欠她的 只可惜女主 不好好交税 害惨了我的男主 罗芸汐 罗芸汐的演技真的是在男星里排名靠前的一个 尤其是她在香蜜沉沉浸如霜里的润玉一角 真的当得起磨上人如玉这句话 不知道迷倒了多少人的心 她母亲被杀的那场哭戏 润玉转头的那个瞬间 眼睛通红 那种无助 伤心和愤怒都被她完美的诠释出来了 真的是哭戏一绝 邓卫 邓卫的哭戏真的太上头了 光看图片就觉得眼角湿润了 不少网友说道都想隔着屏幕为她擦眼泪了 谁懂 杨阳 虽然之前杨阳和王楚然的 《我的人间烟火》备受吐槽 杨阳也被人说油腻 老是端着 但是不能否认杨阳的哭戏还是很为美的 肖战 肖战实在是太火了 她在陈情令和玉谷瑶里面的哭戏都可以封神了 又有破碎感又痛心的那种微妙感觉 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 真的是特别努力又上进的一个演员 八秒红海 她真的值得拥有 林更新 虽然林更新平时给人一种吊儿郎 当不务正业的感觉 但是林更新的哭戏实在是太令人心碎了 她在楚桥转冰湖那里哭得支离破碎 又非常的有美感 至今想起来都会让网友来一句 宇文月还捞布 在宇凤行里的哭戏更是好看 难怪网友说到 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 她的哪个前女友说林更新的坏话 眼泪一掉 不管有没有错那都是我的错了